说世卫组织网站最新数据显示 截至北京时间29号1时31分 全球确诊病例较前一日增加56万2001例 达到1045万5529例 死亡病例增加16061例 达到216万6440例 说美国疾控中心公布的数据显示 美国28个州已经出现了英国发现的新冠病毒变异株 累计确诊病例达到315例 同一天世卫组织发布的每周流行病学报告指出 70个国家和地区已经出现了英国发现的新冠病毒变异株 说1月27号摩洛哥卫生部收到了第一批 由中国国药集团生产的新冠灭活疫苗 说韩国防疫部门将从2月份开始分批次开展接种工作 上半年接种人数预计将会达到1030万人 从第三季度开始将面向18岁至64岁的普通民众开放接种服务 力争在11月份之前形成在接种疫苗情况下的群体免疫 说东京奥组委28号宣布作为东京奥运会的第一个测试项目 原定于3月进行的国际永连花样游泳最后一轮奥运资格赛 推迟到5月份进行 说受新冠疫情的影响 原定于今年5月举行的第74届嘎那电影节 推迟至7月举行 说由于担心新冠病毒变异可能会加剧新冠疫情的危机 瑞典27号宣布禁止人工繁殖水雕至今年年底 说希腊科学家近日在莱斯伯斯火山岛发现了一棵罕见的化石树 树枝和树根经过2000万年仍然完好无损 这一棵大约19米长的化石树在倒下后被厚厚的火山灰覆盖 在同一地点还发现了大量的果树叶子和动物骨骼 对此的回答